一只黃色鸚鵡在屋簷上來回墮布 吹著冷風 委屈巴巴的叫著 就在另一處樓頂 圓頂手拿橘子 誘惑鸚鵡 一旁流星四主迫切地叫著愛鳥 圓頸三十一號接獲報案 流星四主飼養一隻金太陽鸚鵡 受到驚嚇 不慎從住家十樓飛出 就這麼巧飛到派出所旁的 市民活動中心頂樓 眾人費了九牛二虎之力 經歷約一小時 鸚鵡受不了寒風 忍不住食物誘惑 飛到圓頸手裡 寵物鳥平安回到四主家中 但在基隆港一艘貨輪裡 卻有動物飽受摧殘 灰白色松鼠 睜大眼睛後期 看著龍外世界 看著楚楚可憐 還尋屬七號凌晨 查獲貨輪夾雜走私凍植物 金清典有活體動物包括 土蝗鼠十二隻 松鼠八隻 還有烏龜憋 青蛙魚等兩百多隻 多數裝在箱子裡 不是奄奄一息就是殘死隆中 而全案後續移送基隆地檢署偵辦 查清走私來源以及相關人士 記者主電郭玉生 新北基隆綜合報導